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今天要上課的 這個內容 我們今天主要要講Photoshop 我先問一下 有沒有同學 已經有用過Photoshop的消失點 有沒有同學有用過的 消失點 也可以變3D 也可以跟我們的AE做結合 那我為什麼把它擺在這邊 因為原本 我應該要上個學習3D就有講 結果我發現沒有講到 那我就只好 在AE這邊我們順便把它講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像我下面這裡 有沒有感覺到 我們有一張照片可是我把它利用這樣子的 網格 讓它產生透視之後 我們可以把它拆開 就進到AE或者在Photoshop 3D裡面就可以 製作 老實說啦 像我們要做這種動畫 你這個可以做動畫 可以錄音輪到也可以左右 偏移都可以 也不用進AE 你知道嗎 Photoshop裡面就可以做了 因為Photoshop也有時間走 所以其實 慢慢你會發現原來Photoshop 也是多才多藝 可是呢 他畢竟那個不是他最厲害的 所以他的功能 所以他的功能相對 用 Photoshop來做剪接 做特效的 相對會比較少 好 那你大概了解之後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邊 這裡 所以等一下你可以先把Photoshop打開 那我們的 消失點的部分其實官方本身 也有 也有那個 就是 有一些說明 只是大部分 我想你看到這個 一點 都沒有興趣想看 所以呢 沒關係 反正這個 你知道 有一些中文的 中文的這個教學在這裡 待會呢 有需要再來看 或者你要查 功能的時候再來看 那我們呢 往下走 我們今天的呢 就沒有 擺放學習重點 直接改名叫學習 重點 技藥 就不是 詳細步驟的 主要是跟各位介紹一下 他裡面有哪些東西 那第一個 比較特殊的是 這些消失點的資訊 他並不是只能存在PSP 包括Tips 包括JPAC 都可以儲存 所以呢如果你有這個消失點的資訊 很特別 他這三種合適都可以 那再來呢就是 他本身可以直接存成3D的 我們可以在 3D的軟體裡面用 那你也可以變成像我們今天要介紹的 我就把它匯出到AE裡面 當然3D也可以在Folacebook 3D裡面使用它 不過當然各位要留意一下 就是Folacebook 3D的部分 到了 Folacebook 2020 都還是可以正常使用 但是到了2021以後 他就會慢慢凋零 就是有些功能呢 可能就 會 不再能夠 可以使用 他就可能少一部分 所以 如果你有舊版本的 就是2020 包含2020以前的版本 那你最好能夠先保留下來 這樣的話呢你的Photoshop 3D就可以繼續使用 這樣了解 剩下的待會我們再講 因為你現在 跟你講大概也沒有感覺 那麼我們的Papaya 其實呢他有針對消失點 還有介紹 用兩集做的介紹 那個 部分呢是在 Photoshop裡面的一些應用 如果你有興趣 你可以去參考一下 那我們這邊就 先暫時不看 這樣OK嗎 那你回去 你可以看一下 那另外呢 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在這邊 我們 消失點 也可以跟我們的AE裡面 去背之後再做一些應用 這裡呢 會有 這個 影片呢待會我們再看就好 所以現在 麻煩你把機要打開 那我們在這邊呢有練習的 圖檔 好那如果你這邊沒辦法下載 就到學校這裡 把它下載下來就好 待會呢我們就 先 簡單的 我先把Photoshop消失點的部分 可以怎麼用 先跟大家 介紹一下 那我們 再來看我們 準備了幾個檔案 這樣子 OK 好 所以 麻煩各位 如果檔案還沒下載的 請你自己下載一下 那 如果你已經下載好了 請再多找一個 所以說我們來找一個圖 我們先從 最簡單的我們先找一個盒子來試看看 你可以找找關鍵字box 如果說你要貼一個logo 貼一張照片 貼一張你的設計的 文案或是一個標籤 在這樣子一個立體圖案上的時候 請問你會怎麼做 平常你大部分都是用 就是自由變形 去把它調好之後放下去 那我們來看看消失點 要怎麼做 所以你幫我找一個盒子 好不好 那這個盒子你找到了 你就幫我把它拿到我們的Photoshop這邊來 好我把它貼進來 那你也在找一個logo的檔 或者是你自己的 都可以 你可以幫我找找看 但是找這個圖都錄一下 我們已經有跟各位介紹過 這種都是詐騙集團 不要受騙上當 說圖會不會有這個 不會 你有透明的一定是點下去之後才怎麼樣 才會跑出來了 所以如果像這種的還沒點就跑出來了 絕對是假的 這個就是真的 點進去之後才有的 這個就OK 這個也是真的 這樣了解 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 還有一個 找到之後不能直接用複製的 為什麼 剪貼不會自動忽略這個透明度 所以要麻煩你另存起來 印存起來之後 你再把這一張 開在Photoshop裡面 這樣一點 所以麻煩各位 你先找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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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